今年新款的 Flip3 竟然支持 IPX8 級防水 這個就有意思了 畢竟折疊屏轉軸處有這麼多的縫隙 所以為了搞清楚三星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打算徹底拆碎了看看 好了 我們開拆 第一步 開機後泡水 20 分鐘差不多也該淹透了 擦乾手機表面 折疊過程中還可以看到鑰鏈保護蓋上殘留的水珠 這個情況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鑰鏈的縫隙內肯定是有水進去了 那我們就拆開來一探究竟 第二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位於機身的左側 單Nino SIM 設計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卡托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剛剛從水裡撈出來 肉眼觀察卡槽內部沒有發現有水進入的痕跡 第三步 拆卸後蓋 折疊屏手機其實就是兩個三明治結構拼接而成的 拆解從後蓋入手 再加熱點上90攝氏度 加熱三分鐘後 用吸盤配合超薄金屬拆機片 在手機底部輕鬆劃開一條縫隙 再用塑料拆機片沿四周劃開 即可分離下後蓋 上後蓋由於有台階的設計 吸盤是沒有辦法吸附的 老方法 超薄金屬拆機片 開露 塑料拆機片 斷後 打開上後蓋 要注意上後蓋與機身之間有負屏的排線相連 挑開排線蓋板 斷開排線 即可分離上後蓋 後蓋左上角是1.9 吋的副屏 通過 BTB 與主板連接 右側攝像頭的對應位置有緩衝泡棉覆蓋 下方這兩片灰色的覆蓋物 看材質不像是貼紙 我估計應該是散熱膜 第四步 拆卸上半部分 主底部分為五段式結構 從上到下 依次是主板 負電池 鑼鍊 主電池和副板 觀察內部 暫時沒有發現進水的技巧 卸下四顆固定電池排線蓋板的螺絲 取出兩個蓋板 挑開兩個電池 BTB 進行斷電 再卸下六顆固定主板蓋板的螺絲 從下方取出蓋板 蓋板的內側還沾有聽筒的轉接小板 蓋板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依次挑開天線 主排線 開機指紋件 和前攝的 BTB 主攝和廣角的 BTB 固定在了主板背面 暫時沒有辦法拆卸 從下方挑起主板並取出 斷開主攝與廣角的 BTB 主攝為1200萬像素的索尼 IMX563 廣角為1200萬像素的索尼 IMX258 兩個後攝均配有金屬防滾架 前攝則是通過點膠固定在了中框上 用刀片劃開點膠後取出前攝 前攝為1000萬像素的索尼 IMX374 索尼全家桶 主板為雙層堆疊設計 各 BTB 四周沒有發現防護措施 背面屏蔽罩有散熱膜覆蓋 四下散熱膜 清理 SOC 處的導熱硅脂 上方是 LPD 押物的 RAM 自家製造 下方就是小龍八八 旁邊則是 UFS 3.1 的 ROM 考慮到 Flip 在手機品類裡相對特殊 遊戲測試我們就拿上一代進行對比 先來和平精英 HDR 高清 60Hz 半小時後 老款 Flip 平均幀率為 57.4 幀 溫度在 39 攝氏度左右 讓我沒想到的是新款 Flip 3 的幀率還略低於老款 為 56.5 幀 別著急 在幀率低 1 幀的情況下 溫度還來到了 43.5 攝氏度 我們再來看卡聲 以前是半開玩笑 這次是真的卡 先來回顧一下老款 Flip 全特效 60Hz 關閉動態模糊 平均幀率為 25.1 幀 溫度在 45 攝氏度左右 新款 Flip 3 一雪前尺 平均幀率來到了 30.8 幀 數據提升了 20% 體驗半斤八兩 溫度方面主要集中在上半部分已經接近 46 攝氏度 我覺得三星是想告訴大家兩點 1 這款手機的定位是一台非常漂亮的 長得像智能手機的電話 2 畢竟是自己代工的骁龍叭叭 怎麼都得含淚立體 我們回到拆解 頂部麥克風 閃光燈 距離傳感器 環境光傳感器和 SIM 卡卡槽都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挑出頂部揚聲器 尺碎要比常規的大那麼一圈 具體尺寸看圖 卸下兩顆固定開機鍵蓋板的螺絲取出蓋板 從下方挑出按鍵 開機鍵集成指紋識別功能 可以看到按鍵後方還有防塵防水的膠塞 按鍵通過 BTB 與主板連接 觀察負電池四周沒有發現易辣椒的把手 老方法 將拆機片插入電池底部 滴入少量解膠劑 用拆機片劃開底部的粘膠 取出負電池 負電池容量為 930mAh 自家製造 上半部分 最後剩下的音量鍵是通過觸電與主板相連的 中框 SoC 的對應位置處設有散熱膜 第五步 拆卸下半部分 挑開無線充電線圈和 NFC 線圈的 BTB 取出線圈 兩個線圈集成在了一起 中間是無線充電線圈 上方則是 NFC 線圈 支持 10W 無線充電和 4.5W 的反向快充 沒想到這個小電池還挺無私的 卸下 5 顆固定底部揚聲器的螺絲 從上方取出揚聲器 揚聲器通過觸點與主板連接 具體尺寸看圖 挑開天線和屏幕排線的 BTB 卸下一顆固定副板的螺絲 從上方取出副板 副板背面還連有主排線的 BTB 斷開後即可取出副板 副板集成有底部的麥克風和 Type-C 接口 接口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繼續從底部挑起 Z 軸的線性馬達 具體尺寸看圖 可以看到主排線與天線貫穿至 鑿鏈內部 暫時沒有辦法拆卸 得先拆主電池了 主電池四周同樣沒有找到一辣椒把手 同樣用拆機片配合解膠劑 劃開底部佔膠 取出主電池 主電池容量為 2370mAh 同樣來自三星 兩塊電池的總容量為 3300mAh 另外 從中光內側我們也能看到 整機一共有 6 顆磁鐵 實現了開合蓋時的吸附力 第六步 拆卸屏幕 使用塑料拆機片 將屏幕四周的塑料支架 分離並取出 在加熱電池上 80 攝氏度 加熱一分鐘後 從屏幕左上角插入超薄金屬拆機片 分離部分粘膠 再插入塑料拆機片 沿三邊劃開粘膠 注意 底邊是屏幕的驅動排線 非常脆弱 在拆屏時要盡量避開 分離屏幕後 可以看到 鑰鏈部分殘留有多處水漬 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 從鑰鏈縫隙進入的水 只能在機身中部流動 中框開孔位置四周都被密封膠條保護 最後一步 拆解鑰鏈 撕開鑰鏈位置的散熱膜 同樣看到了內部殘留的水漬 撕下鑰鏈四周的貼紙 卸下 20 顆固定鑰鏈的螺絲 取出左右兩個鑰鏈蓋板 再卸下兩顆固定鑰鏈保護蓋的螺絲 即可取出鑰鏈保護蓋 保護蓋為金屬材質 取出兩個鑰鏈 鑰鏈部分採用經過長效潤滑紙特殊處理後的耐腐實材料 防止生鏽 主體連接部分配備有纖維防塵刷 之前我看過外媒對上一代Flip的粉塵測試 這裡我建議大家不要對它抱有太高的期望 通過三星官網給出的IPX8的防護等級也可以看出端倪 排線貫穿中框的開孔處 正面通過膠墊進行填充 背面使用了CIP計進行密封 使得水流無法進入電路部分 實現IPX8級別的防水 好了 拆解就到這裡 整機有四種共40顆螺絲 重似歸位 拆解 入獄 暴力 凸 途大 途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摩托拉RAZOR 5G 之后 又一台折叠屏还原成功了 请大家把公屏打在牛逼上 初代 Flip 我们去年当时为什么没有拆 一是当时拆 Fold 2 和 Mate XS 都翻车了 翻不过三 何况那时候还没有拼多多百亿补贴的赞助 太肉痛了 二呢 Flip 1 代在结构上也没有太多亮点 所以就没有下手 今年 Flip 3 相较初代工艺上更加精致了 设计上也更加可言可甜 不论你穿的是严肃的工装还是性感的吊带 都非常搭 颜值没得说 三星在高级感这方面拿捏的真是死死了 这台手机的定位明显跟性能跟参数没什么关系 不过你也放心 常规社交视频娱乐有巴巴巴在没啥问题 再加上这次屏幕补上了高刷交互更加流畅了 至于续航 大不了再配个轻巧的口红充电宝 多大点事了 Flip 3 卖的就是腔调有饭